一群猴子出现在小山坡 不过其中这只全身雪白的小猴子 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一下子又跳进妈妈的怀里 抱着妈妈一起到竹林里 登山民众发现小白猴的心中 直说又惊又喜 而附近渊敏国中的校长也说 经常发现有小白猴的踪迹 发现小白猴的地点是在云林林内 渊敏国中后山的龙国脉步道 最近民众发现小白猴经常出没 也发觉不止一只 推测可能是好几个猴群都有小白猴 而由于日前发生猴群曾经进到附近的 渊敏国中校园 一度想要抢食学生手中的食物 公所也在每天清晨五六点展开趋猴计划 校方推测 由于校园后方的坡道正在整修 可能影响到栖息环境和逆食 因此猴群才会下山 而公所表示 猴虎虽然已经不是保育类 但还是野生动物 依法不能随便伤害或宰杀 目前因为是附近农园柳丁的采收季 驱赶计划预计会进行到12月 之后再请专家线刊 评估架设设计电网防治的可能性 女士新闻 重生